教科書 Book 2 232 頁的第二題 首先看看情況 有一個質量是 1,500 kg 的車 它正在走一條彎的路 它進入彎之前 現在從上高看下去 它的初速是 72 km per hour 轉彎之後 它的速度只有 36 km per hour 現在就問你 如果作用在車的平均磨擦力是 9,000 牛噸 請問這輛汽車在減速的時候 究竟行駛了多遠的距離 本來這條項目是可以有兩個角度 在我們力學來說 其實因為是磨擦力力的車減速 如果是用這邊的話 我們就會用這些公式 以及用這個運動方程 如果用另一個角度 就是因為有些能量 浪費了用來對抗磨擦力 我們統稱這些能量 就叫做對抗磨擦力的功 因為有負功在車上高 所以它的動輪就會下降 車的動輪就會下降 KE就會下降 這個就是Work Done Against Fiction 但是在這一題來說 因為車是下一條轉彎的路 不是直線運動 所以是不適合用這條式去住的 因為這條式是比較 我們懂的運動方程的公式 是要直線運動 所以我們就決定方向了 我們就會想一下 就是車的初速是72kmh 我們就要很習慣 就是72除3.6mmps 就先轉去 所以就是72除3.6mps 答案就是20 即是說它轉彎之前 因為待會待公式的時候 我們要用一些SI unit 的東西 V就是36kmh 你會看到它的一半 即是說 轉彎後的速度就得到這個 好了 我們先看看這兩個物理量 對抗磨擦力的功是多少呢 對抗磨擦力的功 就是磨擦力的大小 乘以這個走的距離 我們統稱它為S 我們假設磨擦力是負的 就令到它有負的作功 就會令到它有一個動能的下降 動能的下降 動能的下降就是這一格 動能的下降是什麼呢 就是後期的動能 減前期的動能 後期的速度是V 前期的速度是U 好了 接著我們就嘗試 將這些數字代入 這裏就是負9000 就導致負9000 就乘以前中的距離 就會等於1分之1 我們測個M 車的質量是1500 就抽了1500 出來 接著就是後期的速度 減前期的速度 的二次方 即1分之1M 然後減乎V 減U二次 那你就會發現 這個在右邊 就會是1500 就除二 就乘以減乎400 100-400 即負300 即負300 就是負300 就會等於 這個負900 的S 就會等於 負225000 於是S 原來計算出來 就是除回這個 9000 所以距離 其實就是25米 所以這題的答案就是B 好